有任何安全的关系吗 没有 在搜索搜索马力兰 有很多关系 但全是很好的关系 非洲之角索马力兰 确定与我国护设代表处 但索国目前在国际上 没有被任何国家承认 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外交部大动作宣布 台索护设办事处 也引发外界质疑 蔡总统他不止丢掉了七个邦交国 也退出了两个国际组织 那么在第二任期的开始 他可能会希望能够有外交上的突破 可是从索马力兰来做 事实上他并不能够成为一个 外交上面的一个实质的突破 在东非的索马力兰设立代表处 对于台湾的国人未来有机会 在东非整个区域来讲 多一个可以实质保障 台湾人民的一个代表处 我觉得这是有帮助的 利云立委反驳 强调只要能突破中国的外交封锁 因为非洲长期以来 就是中国外交上的经营重点地区 台湾这次跟索马力兰 发展实质外交关系 可能激起中国更大反弹 那今天我们跑过去了 好啦 那我们会不会有 那个反作用力 别人怎么看我 非洲的国家怎么看台湾 以后我们在外交空间上 人家还愿不愿意支持我们 中共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跟索马力兰建立关系 实质帮助不大 外界更质疑 既然并非正是外交 应当没有政治压力 为何代表处不用中华民国 而是台湾 那对我们来讲 能够建立实质的关系 比起在追求民生上的自我 RQ我觉得是更好的 通常都是非正式的时候 才会用中华民国 那既然不是正式 为什么不能用中华民国 对 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不晓得 那个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蔡政府的这场外交突破 能得到多少实质利益 还是一个大问号 却可能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 再度带来外交危机 欢迎新闻张家宝 陈丽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